大家好 我是蔡二哥 今天星期天 更新这个视频啊 开始的是一个 紧贴在骨膜上面 这种厚厚的钉钉干片 今天的视频有点长 接近15分钟 都是取这个 外耳道 即这个骨膜上面的 钉钉 现在这个视频里面的 这种 经历啊 期待骨膜上面以后 会感觉特别的 闷 胀 堵 不过他这个还不错啊 清理起来 还是比较的容易 大多数这种 片状的钉钉啊 尤其是长得特别多的 都是真菌感染引起的 加上自己平时也不太注意卫生 经常进水啊 不恰当去挖耳朵啊 他这个东西非 慢慢的蔓延在骨膜上面去啊 大多数 人啊 他这个周围耳壁上面 长这种叮咛干片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的 除非 除非你自己用某些工具 去刮他的手 觉得有异响 有粗糙的感觉 一旦他 蔓延在骨膜上面以后呢 你这种感觉是非常的强烈了 觉得很闷 还有家脚上面的一个小碎片啊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稍微削了一点点颜色 本来的这个味道 比现在要红 但是削了点颜色以后呢 还是有点红 如果是这个颜色太鲜艳了 这个视频容易 容易违规啊 现在这种视频 在很多平台上面 都是违规的 像我现在 几个几个平台的账号 有一个 有两个平台 几乎都是违规的 没有什么流量给你 都是粉丝看一看 压根就不被推荐 清洗以后的这个样子啊 就更加的光滑 这是另外一个人的 一侧的外耳道 真菌的 真菌性的外耳道炎 耳皮 还有骨膜上面 都是这种叮咛的 片状物啊 并不是说哎 这种片状都是真菌啊 真菌我们是从这个肉眼上面是看不到的 只能看到它的一些表现形式啊 比如说 长这种厚的干片啊 尤其是比较 特殊的一个现象 就是 这个钉银上面长这种白色的 绒毛 就好像我们食物放在那里 久了之久了之后呢 瘦巢 它这个食物表面会长一层 煤 它也属于煤菌啊 是因为它有 感染 然后刺激这个 耳臂的 叮咛线 所以它分泌的这个 叮咛 就比正常的人要快 要多得多 就是耳朵的一些严性反应啊 这个清理起来还是 有点难度啊 它时间太长了 然后这种鼓膜上面的叮咛 覆盖在上面 长得太久了 粘得特别的紧 反正这个味道操作起来的 困了还是有的啊 所以大家平时呢 戴耳机的这些粉丝啊 少戴电耳机啊 其实戴耳机不光是说 对外耳道不好 它其实对我们的一个 听神经啊 是有一些慢性的损伤 经常戴耳机的 应该知道 你这个声音啊 会越跳越大 一旦你这个大佬啊 他接受这种高分贝的声音啊 已经习惯了 后期呢 他这种低分贝的声音呢 听起来不是特别的敏感啊 就是别人跟你小声说话的时候 你就听不到了 大家平时戴耳机 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啊 不要连续超过一个小时啊 中途最好就是停一会儿 当然非常必要 必须要带的人啊 中间稍微停一下 让这耳朵稍微休息一下 像这种骨膜上面的这种干片啊 其实用轻泡的方式去做的更加的容易啊 就是用软化钉钉的这个药水啊 进去把它给泡软 但是这个大家就没得看了 这个泡软了以后 它洗一洗就干净了 但是这个泡需要后悔 比较长的时间啊 像这种情况 起码要泡 如果去医院 可能要泡个好几天啊 当然在我们这边操作呢 你如果要轻泡泡软 起码得泡两个小时啊 所以一般是为了节约时间 还有好的素材啊 直接上手 当然你这个技术要过关 你技术不过关 操作这种 钉钉上的东西 骨膜上面的东西啊 要异常的小心 特别这个夹角的位置啊 它这个夹角还是比较的深啊 它这个钉钉片干了以后呢 它就卡在这个夹角的位置 这是一个大姐啊 一个大姐 她过了一段时间 过来快看这个外耳道呢 它已经完全好了 没有什么东西啊 但是过了好几个月吧 以后呢 它这个耳壁上面还是要长 它骨膜上面没有了 可能是炎症比较严重啊 它有一点损伤这个外耳道皮肤的 这个表皮层呢 很多比较严重的这个钉菌呢 它好了以后 它这个耳壁上面 都会长这种 干皮儿 现在夹理这个夹角的位置啊 我觉得难度还是蛮大的啊 好 今天的配音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自行的接着观看视频吧 下一期再见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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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